九州迎春时 征人未下安 沙场狼烟烈 状元贺新年 三军皆勇士 定保天下安 军事纪时春节特别节目 军中状元360 2019季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 第一集 超能狙击手 西营新春佳节 军营里年味正浓 而此时陆军第82集团军 某特战旅的战士们 却收到了一段 匿名的挑战视频 大家新年好啊 给你们带来新年好运的 猪猪宝贝在我手里 你们必须经过 我设置的关卡 成为超能狙击手 才能救出猪猪宝贝 我心目中的超能狙击手 首先具有超强的侦察能力 看看你们的周围 挑战已经开始了 神秘黑衣人下达的特殊挑战 让狙击高手们摩拳擦掌 一场拯救猪猪宝贝的闯关赛 已经蓄势待发 第一关 找装备 狙击手们要在指定区域内 找出线索 根据线索提示 找到属于自己的狙击手装备 最先找到的前四名 将进入超能狙击手的备选 其他人全部淘汰 我感觉肯定不是吃的 这肯定是假的你放去的 迷惑它们 对斗桑枝 人生几何 哎 这是不是属唐红枝啊 对斗桑枝 人生几何 哎 这是不是属唐红枝啊 对斗桑枝 人生几何 哎 这是不是属唐红枝啊 上来 争分夺秒的节奏力 究竟谁能够成为四名狙击手候选人呢 一片废弃的场地隐藏着四条真线索和五条假线索 对于狙击手来说 比击中目标同样重要的 是对目标的侦查和分析能力 看来没动人啊 此刻 谁能够快速甄别出真假线索 谁胜出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这怎么会有张照片呢 你早了吗 没有 这应该是这件的 这是我的地点 应该是从我这里通向终点 我知道了 应该是这 那你看它斜看的方向是在右手边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是在东面 东面是在这 虽然各有分工 但到目前为止 三人组还没有发挥出集体的优势 很快 复国栋第一个找到了装备 复国栋 21岁 曾参加集团军狙击鸡骨干集训 擅长散降 填水 特种驾驶等多种特战技能 精通破拆爆破和远距离狙击 在紫北还是紫南 在紫南 就是南边出一个黑底 那是南边 和这石头 一圈 一百 会不会是石头 南边一百一圈 凭借着缜密的分析能力 第二个找到装备的是苏桂龙 苏桂龙入伍12年 曾多次被评为特等狙击手 优秀教练员 陆军特战骑兵 2018超线狙击赛冠军 精通各种狙击步枪 并喜欢挑战各种极限客户 极限对挑战 军特战為资格 一百羽 州 紧接着 第三名 第四名狙击手 也迅速入围 金阳玉 入伍七年 曾参加全军城市反恐骨干集训等 多项重大活动 擅长城市作战 精确狙击 郭辉 22岁 入伍三年 擅长武术格斗 散将 球渡等特战技能 精通多种狙击枪 远距离射击和特种兵障碍 那么四名身怀绝技的狙击手 如何完成接下来的挑战 救出猪猪宝贝呢 地点 拔草 任务 两人小组 协同狙击 第二关 协同狙击 通过抽签 两人一组分为红队和蓝队 每组成员在居目标点100米的位置 进行协同射击 首先一位成员需要击中靶上的钉子 使栓在钉子上的鱼线端开 让悬挂在鱼线上直径为4公分的玻璃杯下落 组内另一名成员要抓紧瞬间机会 击中正在自由落体的玻璃杯 每组各有两个相同目标 最先击中两个目标的组合 极为闯关成功 100米外的钉子 从瞄准镜里看 只是一条非常细小的线 在较大的风速和寒冷的天气下 要想击中这根钉子 对于狙击手来说 是个严峻考验 这个训练场的环节比较特殊 它是三面关身 所以说风基本上是成螺旋状的 它的风速没有定向 要求狙击手必须根据 激发瞬间的风速 来调整设计的位置 所以说对于狙击手的射击能力 射击精细度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而当一号狙击手击中钉子后 射击的冲击力将是玻璃杯 不规则摇晃 并使其迅速下落 二号狙击手 必须找准瞬间的射击机会 果断激发才可能击中目标 不仅考核两人的狙击技术 更有协作能力 随着两声枪响 红队的郭辉和金阳玉 各自打出了自己的第一枪 一号目标 微闭中 原来 红队在配合时出现了偏差 在金阳玉还没打中钉子时 郭辉就抢先把玻璃杯打碎 红队还有一次射击机会 但此时把场上风速越来越大 他们能否顶住压力 击中第二个目标呢 此刻 刚刚首发命中的蓝队 正同样面临着高难度的第二个目标 除了风速对于弹道的影响之外 阳光的反射也成了影响狙击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号目标 命中 蓝队弹无虚发 率先完成了两个目标的精准射击 虽然红队也顺利命中第二个目标 但大比分一比二的失利 最终让蓝队的两名成员 苏桂龙 傅国栋 在这一关脱颖而出 两人之前协同合作关系 也迅速转为了对抗 找出不同 击中目标 从狙击经验上看 两人各有悠长 傅国栋更擅长远距离狙击 而苏桂龙综合经验更为丰富 那么谁能够成为最后胜出的超能狙击手呢 第三关 眼力大考验 要求狙击手在150米外 找到复杂图案中的狙击目标 第一张图找出隐藏在猫头鹰群里的卡通猫 第二张图找出隐藏在仓鼠群里的土豆 最先击中这两个目标点的狙击手 即可进入下一关 对于一名优秀的狙击手来讲 除了要具备高超的射击技术 同样也要具备出色的观察力 在这个内容中 我们将平时的训练图像 换成了卡通图片 并把靶子设置成了不规则运动靶 要求狙击手在运动靶上 发现图片中细微处的不同 并果断射击 这对狙击手的观察力 和射击技术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刻对两名狙击手来说 能迅速发现目标 已经显得非常困难 你看见吗 在那找什么 我感觉都一样 我们是两个密码码码的 这还是移动的 面对难度的突然升级 两名狙击手 能否找出射击目标 并击中这两个 不规则运动的目标板吗 跑起来的速度还不一样 把子还摇摇晃晃 现在追击还是待机 追随射击 枪口随着目标的移动 在追随中完成激发 待机射击 提前预判目标的运动位置 适时激发 显然选择哪一种射击方式 都存在不同的难度 对于不规则运动的小目标来说 如果选择追随射击 很难边移动 边迅速精准射击 而如果选择待机射击 则要求狙击手 必须预测目标的运动路线和速度 目标太多了 而且大致上一样 很难分辨 第二个是它这个靶子 还可以移动呢 它移动的还不是直线 所以特别难打 要选择追随的话 这个移动的速度还很快 只能用待机的方式来打目标 但是这一时半会儿 很难找到 两名狙击手使用的是 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 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 是新一代高精度狙击步枪 配有8到32倍数的可变倍率瞄准镜 具有精度高 威力大 人机功效好等突出特点 由于狙击镜观察视野十分有限 狙击手在发现目标后 必须迅速激发 不然就很可能错失机会 你打中 打啥上了 打到边上了 挖了 根本看不起 傅国栋准确找到了 第二张图片中隐藏着的土豆 但没有涉及到中心点 他开始寻找下一目标 此时苏桂龙也已经找到了 第一张图中的卡通猫 他的嘴不一样 一个是尖的 一个是圆的 而在看似长相一样的仓术群中 找到隐藏的土豆 却是苏桂龙犯了难 却是苏桂龙犯了难 哪个是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土豆 哪是土豆 草是动物还是土豆 对对就那种土豆 然后一根土豆 土豆是下面 有个长骨子呢 几秒钟后 苏桂龙激发了第二枪 这也意味着 傅国栋被淘汰出局 苏桂龙将进入最后一关 开始进行超能狙击手的 终极挑战 现在只剩下你了 没有完成这一关 就不能成为超能狙击手 救出猪猪宝贝 成败再次一举 如果你还能通关 我将认输 并把猪猪宝贝交给你 挑战 以调制极限难度 好好享受吧 第四关 两弹三把 在距把镖150米的地方 首先 狙击手需要将 固定粉色玻璃瓶的钉子打掉 石栓在钉子上的余线断开 让悬挂的粉色玻璃瓶左右摆动 然后狙击手要在20秒内 激发第二枪 子弹需穿过固定在粉色玻璃瓶前方的玻璃瓶 在瓶身完整的情况下 同时击穿粉色玻璃瓶 枪里有四发子弹 若子弹用完没击中目标 极为闯关失败 这一关 除了狙击难度系数高之外 温度 风速 目标的角度等客观因素 对于狙击手的瞄准点和落淡点 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高压力下 苏桂龙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发挥 一切都是未知数 由于之前连闯三关 苏桂龙已经在寒风中待了将近八个小时 在身体寒冷 饥饿 疲惫的状态下 他又能否完成高难度的狙击任务 压力之下 苏桂龙的第一枪就出现了失误 打中了吗 没有 对苏桂龙来讲 完成三个单向环节组合在一起的极限精准狙击 必须做到心骨旁骛 第二枪把镖上的钉子被打掉 苏桂龙还有二十秒的时间迅速完成上膛 瞄准和激发 此刻苏桂龙枪里还剩下最后两发子弹 粉色玻璃瓶一直在呈中摆状左右摇摆 子弹必须穿过瓶口打中晃动的目标 即为闯关成功 苏桂龙在瞄准瓶子的同时 又要观察后边目标晃动的时机 那么他能否做到一星二涌 找到关键一枪的激发点 准确击中目标呢 这也意味着苏桂龙顺利完成了黑衣人布置的四冠挑战 成为了一名超能狙击手 而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迎接猪猪宝贝 服了 我认输 再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了 群众过幸福年 部队过战备关 为了千家万户能过一个吉祥年 幸福年 军营里的各种战备竞赛 还在火热进行中 他们也在执勤岗位上 送来了新春的祝福 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九州迎春时 征人未下安 沙场狼烟灵 状元贺新年 三军皆勇士 定保天下安 军事纪时春节特别节目 军中状元360 2019季 敬请收看 下期播出 第二集